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到了比赛现场来看看在台北进行的2011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 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 一直预定的时间是18点 包括亚排联的官网都是18点开球 但是在今天突然改成了16点开球 这也从这种相对比较混乱的局面 还有亚排联的官网上的这些资料 相对这些混乱的局面也可以看出亚排联的排球运动的组织水平 也可能是日本队希望台湾他们希望早点打 回早点吃饭不要影响晚饭 把打乱生活节奏发明映明天的比赛 为明天多休息来是吧 对啊 明天多休息来 给饭你当不了 年六点比赛的话 干嘛 你吃不吃 你要吃了吧 打不好比赛 你不吃不好 饿得慌 那他一开始定的18点的时间就有问题 对 今天比赛的两个裁判 一裁是来自澳大利亚 二裁来自伊朗 两位裁判员都是女性裁判 对 第二次裁判员是卡ßen纳索里 从伊朗 二次裁判的 卡珊纳索里女性来自伊朗 在比赛开始 这次亚洲锦标赛开始之前 对亚排联官网的信息量 我看各个媒体也非常无可奈何 来看看日本队的首发 3号 竹下嘉江 7号 山口五 11号 荒木惠里香 12号 木村沙芝 13号 新国里沙 还有14号 江电信子 他们的自由人 是6号 左野幽子 这是一个老队员 泰国队我们也比较熟悉了 2号 普鲁米特 他们的复工主攻 6号 奥索马 10号 维拉万 11号 复工手阿姆庞 13号 努萨拉 15号 米尔卡 Libro No.1 罗纳 Head Coach Mr.Racha-Kabrinkai 实行教练 Racha-Kabrinkai先生 从今天泰国队首发阵容来看 还是他们的主要的阵容 没有太多变化 他的脚碗呢 恢复了吗 应该这个阵容是 就是他们的主力 主力啊 他前面脚碗的一个主攻 现在任何队跟泰国打 都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弱队 对 都会相当的重视和动员 现在双方的比赛 第一局开始 日本队先发球 后攻 6号 奥索马 这个后攻还是很低啊 对 两边的加级篮网话 很难 泰国打法有点近似 古巴南 那个巴西南排的打法 无论是两边拉开 还是后排进攻 追手打快 他的两主攻和这个接应 三个人都是脚底 都是非常快 两边主要是靠打速度 而线路变化的很清楚 看见泰国队的这个 后排进攻 对 运用的也挺好 关于他运用他不是很高 速度比较快 转平掩护 平拉开 日本队得到第一分 日本女排现在打球的人就比较多 你看他的替补二船也具备一定的实力 而且在攻守方面 像和上一场对伊朗那时候相比 他的攻守就变化的比较多 尤其是主攻和接应 这三个位置 副攻的人相对少一点 跑过了 这球都到手了 14号将练性质 小球来往自我保护动作很好 日本队连得三分 将比分反超 泰国受伤高的限制在栏网后面确实是 力不从心 栏网就飞 荒木惠里乡 荒木惠里乡现在是日本队的队长 待会出界 其实泰国队要抓了个暂停 那日本队还是一开场抓防反抓的比较多 而且他们有拦网得分 一般强队跟弱队差距 主要是在强在防反上 一公斤其实水平都差不多 你发过来你打我一个 我打你一个 关键就是在于防反 刚才运动员是拿冰袋 五股要投 要冷却一下 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一起来降暑作用 日本队连得五分 迫使对方叫了一个暂停 这个球判断的非常清楚 对方一旦出现调整弓的情况 日本队的队员就整个人就感觉非常 非常有树心 一船有没有接好 其实日本队有针对性的往泰国队的一二号位阀 因为泰国主要打二号位 那么就是控制你的二号位的进攻 这球又是泰国队的靠球失误 日本队是连得八分 这一轮 八比二领先 还是球发的比较好 对方的一攻遭到很大的困难 这一轮得了七分 日本队在前面几场比赛都是慢热 我说往往打热就还落后 但今天这场看来是上来动员的比较充分 泰国队依靠日本队发球失误得了一分 但是其他的环节都是泰国队的失误 送了日本队三分 双方继续比赛 发球还是压一号位 调整球过来 日本队的反击 这种普通的吊球 日本队防起来还是很有把握的 还是依靠后排 口球不够 球没有过 四次击球 泰国队要没有一传就很难打了 他的战术跑就跑不起来了 队外球 发球界外 在连发了几个直线之后发一个斜线 然后这球界外 泰国的副攻手五号普鲁米特 日本队场上身材最高的队员 有意识地冲进来打一个短球进攻 而且没发力也就打空档 因为战术跑动球不好防 他的线比较短 他不想强攻球 强攻球一般都是长线 包括后攻球 今天泰国队的主攻手十五号玛丽卡 他这个位置的一传 受到的压力非常大 自己配合十五 四二队员跑到里面去了 今天这个开局泰国队是发挥的比较差 日本在体现中的一个要 两年前是失手给你 但是今年憋着一股劲的这个感觉 我还记得两年前在泰国比赛的时候 中国队一直是瞄着日本 希望我冠军拿回来 结果打到半决赛 那边日本人输给泰国 本来以为我们打泰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赛前也是在准备 队员的伤病这个环节 最终还是出了问题 结果打泰国也没赢 以为是偶然的 没有引起充分重视 但进两边来就引起重视来了 当时打完输了之后 很多人还是说 我们实力还是比他强 还是比他强 你回头大奖赛不还是输吗 两个队的保护防御非常好 这边打破棍 四位 日本内的牧村杀之 刚才是扣球界外 刚才这球要不就是改判了 判接那样 日本的得分 新国里沙发球 贝菲打手出界 好球 卢萨拉 二号位贝菲主要是把球拉得标注杆那 因为往的长度 刚才是二门场 可能复攻 这是复攻 五次下支这球背篮 上一分球就比较悬 他里面很多 所以他现在打得不到主要战术 保护不错 从泰国队反击机会 五爪一飞 台二号位的跑动进攻 打手出界 连续利用复攻手11号 暗幕房的二号位的被飞 进攻得分 14号 江定远 姓子 他有的遗传不好 总是需要强攻 他要打强攻 他也很吃力了 而且强攻对日本队的时候 比他的强攻还真是很难过去 因为日本的篮防非常好 但大奖赛他能够战胜中国队 就是有些球尽管我一拳不到位 但是在进攻的时候利用打手 这些还是能够突破你的篮防 你们的发球的分 我们的发球的攻击性 在第一局的前半局表现得非常普通 他比较主动平滑球 因为泰国主要是靠一攻 靠战士跑动 你让到位起来的话 跑动眼花缭乱的很难防 这种平滑的速度很难两个人过去 顶多一个半人 一般中斜剑都能打死的 一般中斜剑都能打死的 除了主动得分以外 关键是减少自失 这很关键 你得分得得再多 你失误多也很难取得好成绩 但是是不是就是有时候 他运动员在场上他会感受到压力 对 对方给他的压力 观众来自观众的压力 胜负的压力 所以控制不住 越是高水平的能量 越能够控制住 一般像成熟的能源 经验能源 他会自己自我调整 用信仰 采取一些自我暗示的方法 积极的自我暗示 那么把心情慢慢的调节 稳稳平稳 使他这比较能改于 和正常的发挥水平 打得太斜了 手被控住 打得半个手 一传不好 现在轮到泰国队发球的分了 这一传的运动员要求精力 必须高度集中 因为手上的感觉非常的好 能够控制住球 所以一传很难练 泰国队防提 准备 准备 日本的泰国球失误 不想打手 没有打到 打手 所以裁判派长来打手 打手 防守防吊 非常漂亮 日本现在是叫了一个暂停 他有一个队 看那个肩都不太好 泰国队看那个肩都不太好 都伤必满园 一个拿冰袋附了肩 他们这一批队员也打了好几年了 岁数都比较大了 一直这几个人打 而且没有什么替补 对 那优点就是 互相之间这六名队员 互相之间特别熟悉 配合比较默契 他这本人还有一两年的说明 运动说明 对 后面不知道他的泰国的后备力量怎么样 不过这个竞技体育 我觉得能赶上一波队员 一波好队员 已经比较幸运 对 起码能吃个六年左右 六年长了 能够八年 嗯 尤其排球这个项目 对 整体配合更显得重要 他靠集体 你靠一两个 一两个不行 你得出来一批 出来一批人 泰国打这个冤枉短平 非常漂亮 日本人打这个收进短球 他不是在四号位打长的平拿开 他收进来 打个短球 这样的时候突然性强调王 可以甩掉对方的二号位篮王 这球好像拦在手上了 拦在泰国队身上 看 拦在泰国队街上 拦摆好像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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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摆发球接败 现在21比12 日本队依然大比分领先 差了9分 可求界外 又是为了夺手 结果打成了界外 他能打二会全打二会 这是泰国队的一贯战手打法 这是泰国队的一贯战手打法 泰国队这一段的比赛 肯定也是为下边第二局做准备了 分数这一局已经追不回来了 12号队员身材比较高 所以在防守中非常的吃力 木村沙芝 一船也是不到位 打得非常巧 所以挑度元兽 你光挑高的 你肯定在下山路肯定要差一点 否则人家所有人都选两米以上的了 所以我们一个队伍他有高有矮 一种搭配的 互补的 互补型的 互补取长补短 你不能全是一耍高 你一耍高 你下面那下山路谁弄啊 现在日本队两点换三点 后面是换上他们的替补二船手 钟道童 这是日本队在这两年 尽管特别年轻的二船手 还没有充实到国家队来 水海加江已经打了很多年 但是他们这个钟道童这个二船 也经过了一些比赛的锻炼 也具备相当的实力 打球 打穿了 而且又被传好 传到三米线去了 原地扣了个大脚 24比13 日本队获得局点 被拦死 原来日本队是25比13 胜了第一局 现在是1比0领先 25比13 日本队比赛结束 日本队25比13获胜 我们来看看技术统计的情况 发球二对一 日本队多得一分 一公是4对4打平 但是防反这个环节 日本就得了8分 泰国队只有两次 得分 篮网三对一 日本的也沾上风 泰国队的15 也比日本的要多 形成了第一局 是12分的差距 日本的取胜 稍后我们来看两个队的第二局 好 观众朋友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继续来看第16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 半决赛的第一场日本和韩国的交锋 泰国队今天准备不足 再一上来被对方打了一个下马威 日本队在第一局先丢两分之后连得9分 打了一个9比2的开局 这样后面也是很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来看看第二局泰国队是不是能有所转换 给大家起色 好球日本队打了个单脚被飞 感觉日本队其实进入半决赛可以看出来 因为前面反正也无所谓 到半决赛一看感觉他们的状态很好 不一样了 他打中队还得打不上那么低的分 前面短屏的掩护二号位 小国队还是二号一掌 就有球落地 还是依靠二号位 奥努玛在二号位把球轻打 今年大奖赛的时候 德国队的教练员主教练 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时候 曾经评价亚洲球队 他说日本现在是世界强队 这话确实也不能算他自己的主观的说法 对 日本现在确实是一支世界一流强队 而且他们比赛节奏掌握得很好 但其实日本队也经过了几年非常痛苦的过程 他们在2000年新年奥运会上失去奥运会参赛资格之后 从04年08年这两季奥运会 日本队都是处于从低谷慢慢往上攀升的 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其实说起来也作为同样是过去都是女排运动的强国 也该日本女排过几年好日子 对 他低调已经过去了 11号按摩托 发球下网 第一开局主要是日本队靠发球 连得了5分 压了1号位直线 打了个下塞 保护起来 好球 中间没有冰上一面 还是二号位泰国队确实比较成功 玛丽卡 最近这几年看排球看得多的观众 肯定对泰国队的这个阵容也是非常熟悉 因为他基本上也是七条枪打满天下 一年到头不再换 就像车上说的 没什么人可换 最近找了一个1米90的一个年轻队员 他队里有一个 多大四处了 挺小的 还有几年磨练 偶尔上一上 对 一般来你一两年就要出一两个人了 我觉得老底盘远远之导做的比较好 对 他基本上每年都出一两个新人 每年出一两个新人 始终把这个队伍保持一种高的状态 始终补充新鲜血 但是我想这个 当年元日导那个时代也是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其实哪个教练肯定都希望 我厂上的六个人 对 打完一届比赛 我有两个年轻队员补充进来 对 再打完一届我再补充两个 都谁都不希望六个六个都换 或者是我一六个人一挺挺好几年 但是你也得有能找得着啊 能用得上 那个时代的全国的省市水平也比较高 对 光军队排球队就得有七八支 嗯 木村沙芝这边的防守还是 我准备了 把腿搁在前面 我往后挡了一边躲了 重心在后了 这防守重心一样在前 所以处网 日本队扣球处网 这球比较近网 起跳以后落地的时候控制不住 顺利是碰到了网 泰国队领先 日本队这个木村沙芝在这两年 他的整个状态都感觉不是特别突出 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一个瓶颈期 这个步怎么提高了 这局泰国队给日本队压力了 看看日本队怎样来应对 而跳飘 到位 被飞掩护 有被飞掩护四号位的平拉开 木村沙芝把球扣住 去日本队来往后往 去日本队来往后往 去日本队叫了个斩天 碰太明显了 现在一共是4比2 日本比泰国多2分 同时日本失误也比对方都2分 1比3 比方说泰国比是日本失误多 所以这一球主要是日本自尸太多了 现在是8比6 泰国队展示领先 往往第一局打的比较惨 第二局呢就有点松懈 营的地方有点松懈 而输的地方呢往往放的更开一点 反正输成这样吧 对 过出去打了 所以心态的一个正负一变 一正一反两个变化 就造成这种比赛上的这种差距 人们多一个打耳刺激 呦 还要出这个机外球 还有就防御单位 就是2号下个进攻 扣一扣 扣一扣 2号又扣一扣一点分 泰国队把比分拉开 10比6 2号被溜才打出来的很平的 连主攻费也都过不来 就不要提副攻了 日本队请求了一个暂停 看看泰国队在15分之后 还能不能保持领先 一般来讲可能比较难一点 任务队主教练真功正义 叫了一个暂停之后 来看看双方的较量 终点应该还是对着泰国的2号位 展开蓝防 一船没有接好 木村沙芝自己强攻 对方往前绑起来 又是2号位进攻 日本的这个2点弓也是打得挺辛苦的 连续由木村沙芝强攻都没有过去 后攻 反而又是打手 打手出戒 打手出戒 日本队终于把2点弓转过去 竹下江江又到了后排 泰国队的一船不好 2号位强攻 人家的防守还是不错 木村沙芝 这球没法打了 你处理好 当你扣球不能得分的时候 没法打的时候 你要把球处理好 他这个球还是想强行 想去拍一个小斜线 不肯处理 还是想得分 好像还没活动开始的 好球 打一个拉三 但是卡位 泰国队的卡位非常好 这个防守也不容易 垫条 漂亮 也是打手出戒 奥努马在4号位扣球得分 这个是维拉万 泰国队如果不是这么打还行 泰国队主要靠手上 在进攻的时候不像第一局有那么多被拦 或者自己的失误 泰国队逐渐显示他输了他们的真正的水平 来回 2号位的一个强攻 还是给牧村杀志在2号位吧 就扣中 现在8比12 还是造成打手 泰国队其实他各自矮吧 这些队员各自矮 但是他也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那起来之后都看着对方篮网的手打 手上掌握球的能力强 其实在这个进攻上高个矮个 没有多大差距 其实差不多 差距差距在于篮网 进入泰国队的节奏 再次防反的机会 日本队这个江念性子开往一个强攻 造成了打手 这开往攻手把得非常好 包得住 别瞄准直线 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这个球还是找玛丽卡 还是压了1-2号一发 对 自由人想过来帮一下 但是球给电飞了 球发的质量也不错 泰国队请求了暂停 13比10 泰国队还有三分优势 到了15分差不多该追平了 一攻上4对3 日本队前面主要自身失误比较多 送了对手6分 所以从这个 如果失误前面送了6分的话 那确实是很难打 后边如果日本队他自己调整过来 他不失误送分 还是挺有机会追人的 对 前面辞职太多 比泰国队多了5分 刚打了半局球都5分 一球的失误10个 看来第一局赢得太轻松了 对 第二局有点松懈 松懈一点也很正常 就是一个好队就是扭转的 速点时间转一转 转换快一点 这叫好队员 有一点不松也不可能 打了个12分谁都松 又一个还是没有接好 就是掐住泰国队的这个要害了 在日本对泰国进行了分析 看到12号的这个遗传是确实是差 配合一下发其他的位置 马力海在前面一船很很很受打击的情况下 偶尔马上马上出现进攻机会也掌握不好 发了给他发了一个有点懵了 一船不连续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进攻的水平 他会分心 那日本的电条相当好 你随随随便打脚电条就给电到位了 技术还是所有的队员技术相对都比较全 所以打的很细腻 技术技术很很很细 而我们有些人就太粗 光重视扣球那一下的 第二个技术 二号尾进攻还是太鼓的长线 打了个直线 一小一 long 木村沙芝 这边也是找到了日本队的弱点 这一穿不太好 方舟也不太好 就进攻那一下 反击也打得很有质量 稍微开网一点 传了一个短平快 原来泰国队的两个副攻 并不可能在场上显仰 就进攻的球特别少 但是现在他的副攻 慢慢的进攻比例也高了 等于五个进攻点都能用上 还是木村沙芝 一船再次没有接好 无攻过往 后边跑加三 但是短平被木村沙芝防起来 二号位反击把球扣中 木村沙芝算是弥补了一下 一船没有接好 但是后排为了球防住 14比15 泰国队还是个儿太矮 在那方面 所以是差距比较大一点 日本队也显得急躁 在队员心里 新国里沙发球下网 现在16比14 泰国队领先2分 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不过日本队应该 还是把心情放平稳 因为前面落后4分的情况下 现在已经追上了 但是泰国队也是在这一段 发球当中 找木村沙芝找他的12号木村沙芝 还是相当成功的 发球日本队得2分 泰国队没有得分 每个队的他的弱点 或者他的死穴 关键就是抓了他对方的这些漏洞 去撕破 当作突破口来撕破 对 让他老得想着要照顾这一点 然后顾此失彼 别的地儿又出现问题 最好就把他完全给打乱了 一点突破全面开花 最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可能也要队员在场上执行 像您原来带队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明明是布置了对方有这个弱点 但是上去打的时候 你还是抓不住 大家都很强 经过很多次的比赛 教练是经营起来强化 不是说你说一两次队员就能听的 因为在这个执音的过程中 让队员常常甜头 那么他就会自觉的执音的一些决策 短平远护平拉开 看来没有打死了 这球传的稍微有点渣 但是处理的非常好 把这一球调过来 泰国队再得一分 17比14 日本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又被对方拉开比分了 日本队这一轮 他的两点 这一场比赛第二局 他的两点攻轮 负担挺重的 没拉外 一船还是没有到位 远往被飞 结果被对方拦死 不到位不好打 7号伤口5 这样日本队又变成了落后4分 主教练争国正义 再次叫一个暂停 他还是两点攻轮 一船一旦不到位 就挺困难的 日本队和泰国一攻是4比3 日本比泰国多一分 蓝网是0比1 没有蓝网 泰国还蓝的日本一个 不像上一局比赛 对上一局蓝比赛蓝的三分 发球发了8分 发球是8比2上一 这局发球也没什么很大 很好的键数 船队有点倒 造成将近性子 在扣球的时候出界 泰国队还是在对方追上来的情况下 通过自己的发球 抓了对方两轮弱点 然后又顶到了日本队的两点攻轮 把比分再次拉开 好球一船到位 稍微打平了开 泰国队 尽管他们的队员身高不是很异响 但是每个队员弹跳出色 而且身体素质特别好 爆发力也突出 泰国队应该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把先发的二船和接应换下 20比15 一船又不到位 有一个打扰出界 日本这段时间必须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发球 去破坏对方的一工同时在抓篮网 成为发挥自己的网上的优势 我的话很难追上 泰国队刚才的换人主要是为了冲发球 然后抓篮网 在打一工的时候 还是把努萨拉和玛丽卡换上来 还是发斜线 找对方两个主攻 这个应该上去拦去 泰国的个儿太矮了 现在这日本的防守不容易前段时间 粘点手了球都没防起来 粘太高 刚限蹲 球来了再蹲 这种情况在日本队应该并且发生 这是他们的一个复工 原本明耐刚刚换上来 换上来发球 然后这一轮需要他的防守 来是没有眼力 站那么高 泰国队防守也不错 吹了一个碰蒙 这是日本那处 这边刚才那个 可能刚才那个后攻踩线了 12有点晚 这很难追了 22比16了 现在是6分的差距 又是不到位 再抓一分就没戏了 哪是让了 这球应该自由人跑过去 这对泰国队是个机会 17比22 任务队还有 虽然机会不大 独赛加江 北飞 后排防起来 比较漂亮 调整到2号外强攻 还是轻打 自己先不失误 机会 这是日本队的机会 好球 自由人的防守 把球防起来 好球 这个调整弓也是很难打 但是造了一个打手出戒 奥努马 这整个泰国队的士气打出来了 这个从侧后方调整过来的一个球 有一个调整强攻 奥努马打得非常出色 一般这种角度的调整弓 很难打出直线来 一传不到位 靠强攻 泰国队把球防起 双人篮网出戒 这样日本队在这局17比24落后 泰国队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 泰国队这两个反击打的确实不错 打一个背块球 对方篮网出戒 有点冲网 探头的机会 这个分差比较大 而且泰国队应该还有一次暂停机会 追上去的可能性也相当的渺茫 五分差距有点大了 哇 这个位置还真是很有效 白石队放开了 泰国队叫一个暂停 主要打完对方发球的节奏 一个战术暂停 打完对方发球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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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队换人接一船 反六号奥努马换下 换上了一个接一船的队员 只要顶一轮就可以了 难度应该说还是不算太大的 对 但是牧村杀志在发球 涨一分 泰国的压力也多一分 周八刚上来这个人 一船不错 老球房 小斜线打得漂亮 力量非常大 25比20 然后泰国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一城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 第二局比赛结束 泰国队 第二局双方还是打出了一定的质量 在日本队比较松懈的开局之后 尽管是奋起直追 但中间还是被泰国队抓了一些弱轮次 拿下了这一局 但是双方在这一局还是体现出亚洲球队的特点 虽然我的攻击力不是很强 但是防守都不错 发球上日本队还是占上风 三对零的发球得分 六对四的一攻 防反是八对九 南网双方一样 但是日本队这一局的失误 高达11次多9分 这样泰国队就是以25比20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